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前面呢 咱们介绍过了 塞身保存的一些处理的原理 对不对 对这一刻呢 咱们就看一下实现的步骤 好不好 我们首先呢 先写一个PeerPinfo 咱前面是写过的 那PeerPinfo里边 我们访问一下 看一下它处理的方式有哪些 好吧 我们打开我们的文件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 HTTP号packls McK such一下 and barks talking to hyperpo 树 Johns PD 看一下 看下我们搜到来自小配置了 在看我们搜到了订阅的位置了 in yield 翻一下 什么意思 对 也就是注册存储 session的一个处理方式 对不对 有哪些 看后边有三个值 一个就是文件的方式 对吧 一个就是用户的方式 一个就是麦米卡的方式 什么意思 如果指定文件的方式 就是现在默认的方式 也就是把它指定到 就是保存session的时候 在指定的目录下 默认这种方式 那做些小项目的时候 这个就可以了 如果指定麦米卡的方式 我们只需要在配置文件里面 配置两行 一个告诉 我们启用麦米卡的方式 然后另外一行告诉 就是在保存入境的时候 保存用TCP的一个协议 保存麦米卡的服务器在哪 多个服务器用分号隔开 知道吗 就可以了 对吧 就可以直接把session信息 写到麦米卡里了 对不对 但是这两种都不灵活 都是采用传统的方式 咱们过于细节的一些处理 咱们处理不了 那如果我把保存方式 改成用户定义 那么你就可以自己定义 你想怎么处理这个绘画控制 这个session的信息 是保存呢 是写入的时候加密啊 你想怎么处理都可以了 因为归你用户自己定义 在我们P2P的配置文件里面 对吧 我们搜索一下tentrl session 好 就是这个选项 看到了吗 默认现在的存储方式是什么 是文件 文件 就是咱们前面用过的这种格式 对吧 如果我把这改成 meme catch 对吧 然后我们把哪儿 把保存的路径 假如说这是保存的路径 假如说是 是吧 我们可以这么想 sessl session save 最好是在原来的这个 这个路径下 找一下 session的保存路径在哪 保存路径是不是这个 嗯 我们现在可以把原来的注视掉 看一下 我只需要在这个位置这块 写上什么 看tcp meme catch 是tcp tcp的链接 对不对 冒号 然后比如说 lockhouse的本机的 11211 装口上的 对不对 或者是tcp 比如说妹子机器上的 你是192.168. 比如说1. 你是多少了 137 对吧 假设一个 然后11211 然后如果再加其他的话 我们是不是再分号再加 对不对 对吧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 用这种方式 直接把我们绘画保存到 meme catch去 对不对 但是这种方式 都不算灵活 但是很简单处理一下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改成用户的方式 就很重要了 我们需要 把 这个 改成什么 user 就可以了 嗯 那改成user 你看我现在在不重启的情况下 我访问一下原来的程序 你看 比如说这里边咱们原来有 index.peerp 把名价 这里边需要登录 比如说 妹子 妹子 是不是就可以登录啊 然后退出 重新登录 是不是就可以回来 是好使的对不对 但是我把处理方式一改 看能好使吗 我们试一下 我现在需要重启一下 我刚才已经把处理方式改成用户定义了 这个一定要改 不改成用户定义的话 用户就定义不了 对不对 改完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这会儿再用一个妹子登录 你看 就出错了 告诉我们34大的时候 用户定义的三身函数没有定义 对不对 没有找到 那告诉我这些都失败了 初始化什么三身用户的时候 入境啊 或什么 通通都没有 因为我们已经改成用户定义的了 但是我们作为用户 我们没有定义 对吧 那怎么办呢 定义 就需要定义 怎么定义呢 那定义 既然用户定义三身 对不对 是不是就得处理三身整个过程了 对 其实三身是有生命周期的 对 像人有什么周期 出生 对不对 然后什么 儿童期 什么青春期 对不对 像我是属于 不能是少年 也不能叫中年 青年 对不对 更年期 然后结束 对不对 这是生命周期 然后到死去 对吧 整个三身的过程 它也有一个这样的周期的 它是分几步的 都哪几个周期 我们来定一个三身文件 这样 批准 假设我在这定义的三身文件 看一下 是有哪几个周期 是有这么几个 然后打开 打开 对不对 关闭 这个是必须的 比如说34大是打开 对不对 要用三身 right close 那就是关闭 对不对 我们从三身速度里读数据 有个什么 读取 读取数据 是不是一个过程 还有往三身里面 是不是写数据 文件里写 还有什么 写路 对吧 然后咱们还有销毁三身 对不对 还有个销毁 对吧 还有垃圾挥收 对不对 回收 其实有这么几个生命周期的 如果我们能将这几个生命周期 都自己去写 我们就可以把整个三人的过程 自己定义 明白 这意思吗 这就是用户自定义 OK 咱们想写这几个生命周期 最好的方法 是不是 干嘛 每一个周期用一个函数去写 是不是就好了 所以比如说开启 我们可以用open 可以吧 对 一个函数 然后关闭我们可以用close 对吧 然后读取我们可以用rate 写入我们可以用write 就自己随便定义的函数 叫什么名都行 对不对 当然起函数名称 最好我们是不是就有意样 对 然后faction 我们有 还有一个dl try 还有销毁 还有垃圾挥收 继续 对吧 有这么几个过程 那这个呢 open的时候 就开启 一般我们像比如说 开启的一个开启 时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用比如说 session start的时候 是不是直行胎 对不对 关闭的时候 就是什么 写入关闭的时候 咱们用对不对 这个呢 一般我都用不上 就什么 然后呢 那这个读取呢 我们这话就是 比如说 这算不算读取 你从塞身数读里边 读用户名 那这个用户名 就会从那个塞身的文件里边 是不是取出来 对不对 那这也就算读取 对 这话是读取的过程 读取的过程 然后写入 这话是写入的过程 对不对 什么叫写入 写入文件 你原来不用自己处理 对不对 你只要在这个塞身的数读里边 比如说 用户名等于妹子 对不对 这是不是算往塞身数读里写 那我塞身数读里 也是不是就往这个用户 对应的文件里写 对不对 那这个呢 就是销毁 对吧 一般的是销毁 什么时候 就是调腰塞身 里边的D1T2OY 这个的时候 执行这个 对吧 然后这个什么 对吧 垃圾挥收的时候 对吧 挥收垃圾的时候 掉这个 那挥收垃圾的时候 咱们记得前面咱们重点讲过 对不对 是把你的自己带回去 保存的你用户信息的文件 设置一个过期时间 对吧 超过这个时间 根据频率就把它删除 对 如果你在修改的时候 有操作 你这修改时间就会增加 你就不会过期 也不会被销毁 是不是这样吧 那这就是塞身的几个周期 如果这几个周期 我都能自己处理 你想象一下 对吧 都可以自己处理的话 那想怎么办怎么办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 我随便写的这个六个函数 对吧 随便写的周期这个六个函数 那系统就能找得到吗 又是怎么找到的 肯定不行 对不对 系统又不是神仙 对不对 你写他就知道 你写了 他知道干嘛的 对不对 肯定不行 所以需要你把这生命周期 给注册到PRP系统里边去 告诉PRP什么呢 说不用原来的方式了 既然PRP已经改成用户定义的方式 对不对 告诉他怎么定义 用这几个函数定义 那这个告诉的过程 就是一个注册的过程 知道吗 那怎么个注册的过程 这个注册的过程 这个注册的过程 需要使用 什么系统函数 哪个函数 我们找到手册函数参考 里边找一下Session Session函数 你看这里边有一个这个函数 什么 Session设置处理方式 看到这个了吗 看到了 因为刚才咱们说了是这几个周期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只需要在上边 加上这个函数 跟前面咱们已经讲过很多类似 这样的形式了 对不对 注册的形式 我们只需要按照它的位置关系注册 它的第一个 传一个都是回到函数 对不对 传函数名是不是就行了 嗯 第一个的位置 不管你叫什么函数 只要这里边 放的是这个函数 那么它就是什么 处理的时候 处理Session 有打开的是不是 找那个函数啊 对吧 第二个参数是关闭 然后读取 然后写录 然后销毁 然后继续对不对 那我们既然已经说了周期 跟它的这个 这个传的是对应的 那我就直接把函数名写在这块 嗯 打开 然后 关闭 然后 读取 然后写录 对吧 然后销毁 然后还有什么 计息 你看这个是一个注册 嗯 注册 注册 过程 干嘛呢 就是让PRP自己处理Session时 对不对 找这个函数指定的几个周期来完成 对吧 嗯 那这我们就注册了 那注册之后这个函数写在哪呢 才有用呢 我们就注册完就单独建一个文件 那Session就可以到这文件来找了吗 不行 对 对 你在项目里边原来的位置 有SessionStar的位置 对 你在SessionStar之前 包含这个文件 这文件是不是就注册了几个什么周期了 然后再开始Session的时候 是不是就用到它了 对不对 所以下一步就是 咱们在这个程序里边 有SessionStar 是不是写在配置文件里了 其他文件是不是都包含配置文件 对 在这里边SessionStar之前 你包含一下谁 刚才咱写了Session.PRP 然后这里边是不是就注册 用的几个什么周期 对不对 开始之后是不是就用这个 对不对 这样的话 我们下一步需要做的就是 写这几个周期就行了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几个程序 小心一下 对吧 你看 妹子 灯舞 是不是 没有错误提示了 但是好没好使呢 好像是没好使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个没好使 对 我们在这里边看一下 它包含逆句 对不对 我们在这里边 先输出 一个 在这上面随便输出 一行一 测试一下 对不对 来 我们 在这里边 重新访问一下 Loghost 下边的 Login 妹子 没有跳转过来 对不对 没关系 这有可能绘画 用户关闭 处理的导致原因 对不对 我们单独写一个测试文件 Test Test 对吧 我们现在只需要在这里边 写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功能 干嘛呢 就是 是Include 包含 SESLN.PRT 包含这个 对不对 然后我们在什么 SESLN Session 看一下 我们测试一下 这话 应该是Test的了吧 Test 对不对 Open之心我们是不是在这里就可以写成 对不对 我们来试一下 刷新一下 是不是有Open了 对不对 这行一我可以去掉 了解了 然后 然后呢 我关闭的时候 因为这个页面执行完 或者写 Session Right 那个函数掉的时候 它就会关闭 对不对 然后 COS Close B2 我们试一下这个可不可以 对 刷新一下 是不是Open Close都有了 对不对 关闭了 然后读Session 我们这里有吗 当然Session Start的时候也会有的时候会读 听懂吧 所以 现在虽然我没有从Session数字里读数据的 但是呢 有可能它也会执行 不一定这个就固定一次执行 对不对 像这个鞋有可能也会执行 Right 第二 那像这个销毁 必须得掉34道的时候才执行 对不对 输出 D E S T O Y 那GC什么时候执行 是不是垃圾回收的执行 那咱那个频率咱们现在很高 得100次刷新才能执行到一次 对不对 来刷新一下 你看 再刷新一下 所以读写这个34大的时候它都会执行的 对不对 那我们这里边 其实我们这里边还有一些细节的东西 那下节课呢 我们再显然处理 这节课我们只需要记住基点 第一个 要想用户定义 会定义这个30处理过程 必须得再改变一下配置文件的选项 对吧 把处理方式改成user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必须了解3是有哪些生命周期 对吧 然后第三步 这些生命周期注册写成函数 然后注册给系统 对吧 然后第四步 怎么在系统里使用 就是在三任时达之前包含这个文件 对吧 包含这个文件的时候 我们在写三任的时候 就用用户注册的这几个过程去写 那具体过程怎么实现 咱们下节课再详细的介绍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这期课我们就就到这里再见 拜拜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